呃 因為這個 光看到蛤蟆一定有蛤蟆蟆 但是它是小張的圖 沒關係 蛤蟆在這個夜園的這個地方 有這樣超大超大這種的一個這個情形 尤其是社長 看起來應該是在社長的這個噴頭 這通常蛤蟆蟆蟆的這個超大超大這種 你要注意 這是不是有一個 簡單說 就是說 真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是 啊 這個 背料 甚至是背料去傷到 這點我們好朋友一定要注意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正在這個噴頭的時候 背太多 它就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去刪成到這部分的解決問題 所以 這在這裡必須要有好朋友 稍後來解決了解 就是說 你在營到的一個月 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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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去營到這種的一個情形 在這裡 所以這一定要小心 小心 注意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我們好朋友 我們看到 一個 這個 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 有時候 我們 這個水分的變化 太多了 尤其在噴頭裡面 還是說 你去把他 這個 堵水 算 水放了 太多 在噴頭做噴災裡面 都會很容易發生 這種問題 包括這個 效果 有時候 這個 部份 很有可能 譬如說 你在營過頭 沒有通風 那些 效果 有一點 這個 疫病 三星 這也 會讓你的效果 很大 所以 目前看到 就是說 我們這位好朋友 傳統 這位 看得到的 這應該是 如果沒有什麼意外 我們 可以 直接跟你回答 這應該是 跟 肥胸有一點 這個關係 這可能有肥膩 比較重 那你要注意 這在肥膩 你是不是 主委有去營到水 就是說 噴頭有時候 營到水 通常 如果是肥胸 生肥就 會開始出問題 生肥沒有出問題 只有肥膩 先出問題 這種通常是 跟水分 太多 這個水分 水分 水分 生肥 沒有空氣 通常 他就比較容易 掉血 他的釣葉子 是從這裡來的 所以 一種是這樣 至於說 疫病的部分 很簡單 通常是通風 有時候 有時候是通風的問題 還是說 他的水氣太多 這兩個問題 就是說 你這個水氣太多 通風不好 這就比較容易 所以 這在這裡必須要給我們朋友 先做了解 這個 巴拉 這個部分 至於說 這個水氣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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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都翻 這 我是覺得 芝麻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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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黄色比較少看 不會說黄色的狀況 因為一般是先黄色的 黄色的狀況當然黄色的狀況 不是說黄色的狀況 所以這點可能我們好朋友 先知道 目前我看起來 我的推斷 就是說 在落效 可能 心理的肥料應該是要注意 因為心目的整個狀況 有時候是去檢查 這點先檢查 如果我用的肥料量很少 不會去檢查 目前看起來 黃白黃白這種的狀況 很有可能 跟缺鐵性的黃化 剛才只在那裡 跟缺鐵性的心味 缺鐵性黃化有關 還有一個是 它的肥肉球 就有可能 就是說它這樣這樣 跟芝麻 所以這兩種都有可能性 所以我們好朋友 可能要先注意一下 有這兩種的可能性 讓我們好朋友 先了解 就是說它如果有Q 這有可能 是這個芝麻 這會怎麼出出來 紅紅白白 蝦子變得比較小 沒有說很Q的 因為你試買 它都會Q 它那個葉子會 它有一種有看的死痕 蝦子會變這樣 甚至有時候也變成 蝦蝦蝦蝦蝦蝦蝦 你整個月好 就這樣起來 就是白白 一種是缺鐵性黃化 缺鐵性黃化 有時候是 跟這個 醫師尋過頭管 或是去擱到水 也有關 所以 這有兩種的可能性 但是我看起來是 是刺蝦蝦蝦蝦蝦 其中 求肥這是刺蝦蝦蝦蝦 這個機會比較大 另外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一部分的 一個生理障礙 就是我們剛才說到的 這個 有可能是因為 剛才說缺鐵 這個問題 缺鐵是怎樣 但是要注意一下 什麼樣的經驗 所以這在這裡 給朋友先做了解